两对星环连着炸开 剑光爆起 又是两个强大无比的攻击技能 把林墨宇彻底吞噬 这一次 没有了诛神雷 所有的攻击 好像都消失了 在剑光之中 甚至连林墨宇的影子都不见了 好像林墨宇已经灰飞烟灭 将一疯狂大笑 死了吧 这下死了吧 没有人能阻止我 我会重新开启血阵 就以你人足之血 助我成就超神 我将会成为世界之主 真正的不死不灭 他越笑越疯狂 声音阵的堡垒 轰轰作响 堡垒外 孟安文脸色难看 他的视线之中 也没了林墨宇的影子 看样子 林墨宇好像真的被杀了 已经变作积粉 尸骨无存 他不是很自信 因为林墨宇所有的表现太冷静了 包括刚才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 林墨宇都是无比冷静 以他对林墨宇的了解 林墨宇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刚才不闪不避 必然是因为不需要闪避 而且他清楚 林墨宇的亡灵军团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被杀死的 后来林墨宇不再召唤 必然有他自己的打算 江义笑了足有十几秒 这才把目光看向堡垒外的孟安文 眼中透着视血的光芒 接下来就是二十五你了 你刚才说 你要成为世界之主 真正的不死不灭 这么看来 你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还是会被杀死的对吧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江义整个人紧绷 当场呆滞 猛地转过头 视线之中 林墨宇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 而且身形 模样 甚至是身上的衣物 和刚才都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的区别 就是脸色重新恢复了红润 唯一性天赋 全面新生 这个连安塔瑞斯 都要直呼变态的天赋 让林墨宇死而复生 所有技能冷却全部重置 灵魂也完好无损地恢复 林墨宇刚才透支的灵魂 也随之完全新生 林墨宇知道自己赌对了 这样一来 自己完全可以利用天赋 近乎无限制地使用诸神雷 其实在十几秒前 他已经完成新生 全面新生 几乎是瞬间就完成的 没有第一时间出来 全面新生冷却时间是一分钟 他盘算着时间 所以多拖延一回 短短二十秒不到 已经让全面新生的冷却 过了三分之一 知道了全面新生的特点后 林墨宇握紧了拳头 能好好打上一场了 江义如同见了鬼一样 看着林墨宇 同时怪叫道 你怎么还活着 江义的模样极度搞笑怪异 好像是受到了巨大刺激 林墨宇吃笑着 不知你一人可以不死不灭 不可能 不可能 只有我们魂族 才可以不死不灭 江义怒声叫道 又是一对星环炸开 空中出现恐怖剑气 如雨点般落下 剑图天地 亡灵军团再次出现 骷髅王从宝座中站起 仿佛一戒重来似的 林墨宇再次聚力技能 接着便是绝对防御 亡灵军团剑气中团灭 回到了召唤空间重生 但并不重要 林墨宇只是想借用 骷髅王的绝对防御技能 这个技能足够让自己 保持14秒的安全 这样一来 全面新生的天赋 就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 剩下的三分之一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任由剑气轰在身上 同时打出一道道诸神雷 落在江义身上 依旧是以伤换伤的打法 不需要任何技巧 就这样应对 知道了全面新生的 天赋能力后 林墨宇已经没有了 最后的顾忌 可以肆无忌惮地 挥洒诸神雷 等到灵魂不行了 只要距离上次 激发天赋超过一分钟 他去死一趟就可以了 之前不召唤亡灵军团 其实就是在求死 只不过他不说 没人能知道而已 林墨宇不紧不慢 打出一道道诸神雷 江义的剑气之壁 已经越来越弱 眼看就要消失 同时林墨宇 也抓到了江义言语中的话 他说自己是魂族 林墨宇不清楚 魂族到底是什么样的种族 但这个种族 似乎拥有不死不灭的能力 林墨宇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弄死他 但不管怎么样 都要试过 这场大战打到现在 林墨宇已经完全掌控了节奏 林墨宇知道 圣券已经被自己牢牢掌握 林墨宇给了孟安文一个眼神 孟安文瞄懂 当即全力控制永恒长城 只要不让江义逃走 林墨宇有百分百的把握弄死他 除非他也有像龙皇这样 拿出一件超神级的武器 江义的剑气之壁终于破碎 江义再次被诸神雷炸的哇哇大叫 伤势越来越重 他在疯狂中爆发全部力量 一口气把剩下的两对星环也炸开 最后两对星环 蕴含着最强的技能 这个技能平时不用 用时必然是拼命 去死吧 江义带着最后的疯狂 全身爆出鲜血 整个人生化血色常见 如电般刺向林墨宇 林墨宇脸色微变 这一剑威力很大 江义已经在拼命 就算自己不动手 用出这一剑后 江义也是半残 他看似疯狂 其实眼中透着冷静 这一剑的背后 还有杀招 林墨宇从江义的眼神捕捉到了信息 现在全面新生天赋 距离冷却 结束还有20秒 林墨宇不知道自己在这一剑会死几次 若是威力太大 而且持续攻击 自己弄不好会连死好几次 一旦超过五次 那就是真死了 心中一动 亡灵军团纷纷降临 挡在了自己面前 这一剑 他没有把握 不想挡 98级的半步超神 真的不好惹 珠魔剑携带着恐怖力量 一路横冲直撞247 庞大的剑气随行爆发 亡灵军团处之必亡 难以抵挡 林墨宇飞快升空 一道道猪神雷打在猪魔剑 亡灵军团挡不住 他还有猪神雷 实在不行 他还有鼓雷外塔 他就不信 猪魔剑难不成 还能刺穿鼓雷外塔 你躲不掉 江义怒吼着 全身砰得炸开 肉身崩溃 漫天鲜血 全部融入剑中 猪魔剑速度陡然加快 变得更加凌厉 江义舍弃了肉身 真正以身化剑 林墨宇想到了六百多年前的事 当时记载 江义似乎就是以这一剑杀出重围 虽然陨落 但灵魂附在了猪魔剑上逃了回来 当时林墨宇就怀疑过 肉身不存 为什么灵魂还能存在 在别的职业者身上 从没有听说过 当时他还弱小 很多东西不懂 以为是因为江义半部超神的关系 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如此 江义能保住灵魂不灭 借助阵法殿堂 创造秘境存活下来 根本是因为他本身是魂族 他想逃 林墨宇以为 他要顾忌重演 再次逃跑 但忽然眼前一亮 一柄手指头大小的光剑 突然从猪魔剑飞出 迅弱闪电 刺入自己的眉心 速度太快 根本无法避开 在光剑进入眉心后 林墨宇瞬间不动 双目紧闭 猪魔剑也突然失去全部力量 从空中掉落 第693 演戏 我是专业的 灵魂世界中 林墨宇看到了一个模样古怪的家伙 这家伙外形强 整个身体都在不断扭曲 身体上长着十几对 就像是一条多族虫 有点恶心 林墨宇 想不到吧 我进到你的灵魂世界了 你的力量比江亦那个废物更强 我决定了 我要吃掉你的灵魂 你的力量 你的技能 你的所有东西都僵尸 话还没落下 他忽然说不出来了 他发誓 从没有见过这么热闹的灵魂世界 两枚神格 两座神位 一根神话即权杖 一根传说即权杖 林墨宇的灵魂还算正常 可在灵魂外面的九彩神龙 又是什么鬼 还有灵魂的手上为什么有两座塔 一座是传说级的 另一座赫然就是古雷外塔 除此之外 还有五颗技能星河 闪闪发光 如天上星辰 五颗技能星河 江亦看得有些慌 尤其是有两颗技能星河非常不一样 它们转得太快了 就像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吸进去一样 江亦猛地打了个哆嗦 感觉自己好像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这里 好像不是自己该来的地方 林墨宇的灵魂睁开了眼睛 声音轰然响彻整个灵魂世界 这就是你的本体吗 在自己的灵魂世界里 自己就是神 既然江亦进来了 那就别想走了 灵魂世界的大门已经轰然关闭 江亦想逃都来不及 江亦浑身发颤 身体像面条一样 软绵绵地打着白子 你的灵魂 为什么会这么强 林墨宇冷笑着 你是觉得 我才77级 灵魂也应该差不多这个等级对吧 难道不是吗 江亦低声说道 这是常识啊 只要是神级以上的存在 都应该知道的常识啊 可林墨宇也太为被常识了 一个77级的职业者 有着无限接近93级的灵魂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 不对 是有可能发生的 江亦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脱口出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也是从外界进来的 林墨宇微微一愣 目光微闪 在沉默了两秒后沉声道 你怎么知道的 江亦呵呵一笑 果然被我说中 你就直说吧 你是哪个种族的 林墨宇冷笑一声 你管得着吗 你只是一个魂族的失败者 有什么资格管我 江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确实是失败了 但我是魂族 你应该知道 杀了我会是什么后果 林墨宇目光露出些许阴沉 盯着江亦 江亦露出了一副 有恃无恐的模样 好像他真的不怕林墨宇似的 数秒后 林墨宇轻轻叹了口气 杀你确实不易 但我可以囚禁你 让你生生世世无法离开 我把你关进诸神堡垒 日日受诸神雷轰击 慢慢折磨你 放心 我会调整好力道 保证不会让你死 说着林墨宇扬起了鼓雷外塔 外塔上紫色闪电滋滋作响 看上去很是吓人 林墨宇的眼神也带着嗜血 很是吓人 江亦果然被吓了一跳 猛地叫道 你不能囚禁我 那样我宁可自杀 林墨宇说道 那你就自杀吧 你 江亦一时间无言以对 蝼蚁尚且偷生 更何况这个魂族强者 能不死 江亦绝对不会想着去死 林墨宇想了想 说道 其实我也不是不可以放了你 但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江亦眼中生起希望 什么条件 林墨宇缓缓开口 首先 不得再与人族为敌 江亦立即点头 出去后 我就去深渊 或是去龙界 保证不再出现在人族世界里 其次 我知道你想成为世界之主 从此不死不灭 其实我也想 但是我在潜入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意外 导致我沉睡了很多 年 醒来后 记忆也有所缺失 林墨宇在说话的时候 牢牢盯着江亦 捕捉着江亦的每一丝反应 他怕自己有什么地方说错了 引起江亦的警觉 而这种模样落在江亦眼里 却觉得林墨宇对自己保持着戒心 江亦说道 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族的方式 对你没用 林墨宇点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说说看 你若是达到超神级 接下去会如何做 我好做个参考 江亦说道 成为超神之后 自然是想办法获得世界 说到这里 江亦忽然停了下来 随后他立声喝道 你骗我 你根本不是来自界外 你就是本世界的人 你骗我 你竟然敢骗我 林墨宇不知道 自己哪里露出了破绽 可表面上依旧冷静 你看错了吧 我若是本世界的人 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的灵魂 我还记得 我在外世界的时候 境界应该是真神 江亦忽然大笑起来 你又露线了 真神不可能降临到这个世界 规则不允许 林墨宇意识到 自己又说错了 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 很多都是靠猜的 猜得不对 也很正常 戏演到这里 也差不多结束 林墨宇沉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我在骗你的 江亦哈哈笑着 不演了 不演就对了 你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不过 我不会告诉你 哪里露线 除非你肯放过我 否则你别想知道 自从和林墨宇交锋以来 他终于站得一次上风 显得十分激动 林墨宇看着他 再次陷入疯狂 淡淡说道 应该是他让我露线了吧 灵魂体伸出手 轻轻摸了摸身边的九彩龙魂精 九彩龙魂 龙族至宝 江亦既然来自外界 必然能认得 肯定也知道 龙族从不会把九彩龙魂送人的道理 林墨宇的 能获得九彩龙魂精 足以说明他和安塔瑞斯是什么关系 表马赵 能和安塔瑞斯保持良好关系的 绝不可能是外界的人 林墨宇还记得 当初安塔瑞斯说起江亦的时候 语气中略显奇怪 安塔瑞斯明显是知道的 只是没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刚才江亦有一秒的时间 是盯着九彩龙魂精看的 虽然江亦只看了一秒 而且演示得很好 可还是被林墨宇捕捉到了 而且 即使在现在疯狂大笑着 叫着不告诉林墨宇的时候 他的眼神 也会不自觉地飘向九彩龙魂精 种种情况 细节 都无疑不再告诉着林墨宇的答案 江亦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显得有些震惊 他明明什么都没说啊 现在江亦的表现 更是坐实了林墨宇的猜测 林墨宇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古雷塔泛起紫光 紫色诸神雷轰落在江亦灵魂之上 他 叫第六百九十四 本龙不像你这么多废话 江亦的灵魂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 灵魂受到攻击 那种疼痛比起普通受伤 不知道要痛上多少倍 诸神雷化作紫色雷海 爆发出了惊人的杀伤力 灵魂极强又弱 强大的灵魂可以强到毁天灭地 弱小的灵魂也可以脆弱如泡沫光影 江亦的身体被不知名的魂族侵占 既然叫魂族 那么他的灵魂并不弱小 只是他现在进入了属于林墨宇的世界 再加上诸神雷在灵魂之中 依旧可以发挥作用 这才显得他脆弱 连续三道诸神雷 雷海轰鸣屋 彻底吞噬了江亦的灵魂 江亦在雷海中痛苦咆哮 你会后悔的 我魂族不会放过你 到时候会把你炼成傀儡 封印灵魂 永世不得超胜 林墨宇摇头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他眼中带着杀气 已经起了必杀之心 绝不会放过江亦 诸神雷不仅可以毁灭肉身 也同样可以磨灭灵魂 江亦的灵魂受到重创 越来越弱 忽然间他的灵魂爆发出夺目红光 红光竟然冲破了林墨宇的灵魂世界 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下的一些灵魂轰然炸开 血色灵魂能量席卷而来 把整座灵魂空间映成血色 自爆了 最后倒是挺果决的 林墨宇也没想到 江亦竟然自爆了灵魂 面对席卷而来的灵魂冲击 林墨宇不慌不忙 九彩247龙魂精喷出一口龙吸 将林墨宇保护起来 随后他又朝着猛地吸了口气 竟然把大部分灵魂攻击都吸了进去 剩下的一些攻击 落在林墨宇的灵魂体上 有着龙吸保护 没有任何作用 熟悉后 九彩龙魂精又喷出一口龙吸 赫然就是刚才吸进去的灵魂攻击 这些灵魂能量被九彩龙魂精进化 变成了纯粹无比的灵魂能量 这些灵魂能量迅速融入了林墨宇的灵魂之中 灵魂顿时发出夺目光芒 升级了 林墨宇灵魂在发光 身体也在发光 他从77级一跃升到了79级 一下子升了两级 完全超过了林墨宇的预计 这种升级速度太快太爽了 江亦的灵魂层次极高 或许因为它是魂族的关系 灵魂的质量也相当好 林墨宇获得大把灵魂能量升级的同时 灵魂的层次也得到了提升 原本距离93级还差半步 现在这半步彻底跨过 灵魂层次真正达到了93级 等级和灵魂层次双双提升 对于林墨宇来说 战力大幅度提升 这次收获匪浅 唯一可惜 就是没能套出更多的话 知道了江亦是魂族 是外来者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外来者 正潜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呢 或许夺射了某人 或许用其他方式存在着 没有办法分辨 让林墨宇很头疼 林墨宇长长地松了口气 对着孟安文说道 老师 结束了 孟安文问道 江亦死了 林墨宇点点头 嗯 死了 关闭永恒长城吧 孟安文点点头 把永恒长城收了起来 血震还在运转 不过白衣远 他们正在破坏血震 没人阻止 999座血震很快就能被铲除干净 孟安文操纵着神下塔 一道道光落在九号堡垒的血震之中 将之毁灭 九号堡垒已经彻底打崩 只有城墙还算完整 那是因为有永恒长城保护 整座堡垒要重建 也需要不少时间 孟安文看着林墨宇低声道 他不是一神吧 林墨宇点头 从来都不是 孟安文指了指天空 他从外面来的 林墨宇再次点头 是的 他自称魂族 他的灵魂是条虫子一样的玩意 有些恶心 不过他的灵魂很强 比起我们同级的人族要强上一些 应该是一个以灵魂建长的种族 孟安文神情严肃 除了他 还有别人吗 他所担心的和林墨宇担心的一样 无法确定 我试着套他的话 但没成功 他最后自爆了灵魂 什么都没剩下 老师 我要去找一趟安塔瑞斯 这里就交给您 孟安文点 去吧 这里我们会收拾 在这次血震激发时 不少职业者都受到了牵连 不少人都受了伤 还有部分人当场被血震吞噬身亡 要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 孟安文等人也需要再次主持大局 以策万全 林墨宇激活安塔瑞斯的龙铃 传送而去 这次怎么没睡 林墨宇看着安塔瑞斯 眼神中明显有些生气 安塔瑞斯故意转头不去看林墨宇 本龙想睡就睡 不想睡就不睡 现在不困 不想睡 林墨宇飞到安塔瑞斯面前 你在逃避 安塔瑞斯再次转过脑袋 哼了一声 本龙有什么好逃避的 你就没有什么对我说的吗 林墨宇依旧不放过安塔瑞斯 再次飞到他的眼睛面前 没有 安塔瑞斯索性闭上了眼睛 来个眼不见为尽 不过这样 更显得他心虚 林墨宇并不点破 既然如此 那我问 你答 安塔瑞斯说道 本龙想回答的时候才回答 不想回答的时候 你也别想套本龙的话 林墨宇并不在意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将亦有问题 知道 安塔瑞斯很光棍地承认 林墨宇追问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又没问 再说那时候 本龙和你熟吗 安塔瑞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林墨宇说道 是不是我不问 你就一直不说 你不问我说什么 本龙不像你 这么爱说废话 林墨宇非快追问 你刚才是不是已经在想 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想好了 我会问什么 当然 安塔瑞斯话一出口 立即意识到不对 不是 我明白了 林墨宇打断了 安塔瑞斯的话 安塔瑞斯郁闷了 睁着眼睛瞪着林墨宇 你能不能好好聊天 打断别人说话 很没有礼貌 林墨宇说道 你这样对一个好朋友 难道就有礼貌了 万一出什么大祸 那该怎么办 不就是一个魂族的事情 有什么好说的 他现在不是被你杀了吗 安塔瑞斯大声叫道 而且 老子又不是没动手 老子刚才还帮你 截住了他的残魂 是要被他的残魂逃出去 你知不知道会留下多大的后遗症 林墨宇微微一愣 残魂 他微微吃惊 没想到江亦还留了这么一招 明知是自曝 暗自是让自己的残魂逃出 他是魂族 显然对灵魂的了解远超自己 必然能有让残魂恢复的办法 显然安塔瑞斯又帮了自己一把 安塔瑞斯看着林墨宇 知道他已经明白 呼后很傲娇地哼了一声 转过脑袋 布里红红珠 林墨宇缓了缓语气 能不能告诉我 关于魂族的事 道歉 安塔瑞斯缓缓吐出两个字 但是并没有拒绝林墨宇 林墨宇深吸了口气 对不起 刚才我确实着急了 刚才林墨宇确实有点生气 万一江亦当时那一剑 不是斩向夜号 而是斩向白亿元 白亿元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林墨宇会后悔 所以对安塔瑞斯才会有些生气 不过现在想来 其实这也不关安塔瑞斯的事 确实自己没问题 当时自己和他也不熟 安塔瑞斯依旧不理林墨宇 林墨宇飞到安塔瑞斯眼睛面前 距离只有不到半米 真诚鞠躬 对不起 安塔瑞斯大人 这次是我错了 您度量大 不至于和我计较对吧 第695 悲催的江亦 在林墨宇的软磨硬泡下 安塔瑞斯最终还是大龙 有大量地原谅了林墨宇 随后一团拳头大小的气泡 出现在林墨宇面前 气泡里是江亦的残魂 看上去很虚弱 而且已经昏迷 没有意识 安塔瑞斯喷着龙溪 随意折腾着气泡 随着气泡翻滚 里面的残魂也随着翻扬不止 残魂并没有苏醒 不过林墨宇却从他的表情上 看到了痛苦 原本残魂就已经很虚弱了 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恢复 再被安塔瑞斯这么一折腾 变得更加虚弱 林墨宇看着气泡 为江亦莫哀半秒 江亦的残魂随时都会烟消云散 灰飞烟灭 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落到安塔瑞斯手上 安塔瑞斯说道 你看到残魂里的东西了吗 林墨宇点头 在残魂的中心 好像有一粒石子 这不是石子 这是魂族的魂合 安塔瑞斯喷出一口龙溪 融入气泡 渗入了江亦的残魂之中 江亦的残魂露出痛苦之色 昏迷中也瑟瑟颤抖 在残魂的中心 一个光点亮了起来 很微小 不到指甲盖大小 看起来和石子差不多 安塔瑞斯说道 魂族不算什么强大的种族 他们的弱点太过明显 没有肉身 需要夺舍其他种族身体才行 所以魂族的模样千奇百怪 各个种族的都有 而且他们名声不好 各种族都不喜欢他们 林墨宇一想就明白 试问谁能喜欢一个 成天想着夺舍自己的种族 魂族怕是在各族中 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安塔瑞斯继续说道 不过魂族也有优点 他们只要魂和不灭 就可以再生 肉身可以随时舍弃 他们只要魂和还在 再生之后 可以再换一个肉身夺舍 大不了重新再修炼一次 万一被他们碰到 一具强大的肉身 魂族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 变得极为强大 林墨宇说道 这样的种族 就没人把他们灭了 以林墨宇的理解 这种种族 肯定会被人惦记上 甚至被群体而攻之 安塔瑞斯摇头 想灭 但灭不掉 魂族里有无敌的存在 林墨宇想想 也只有这么一个可能的 这是其一 安塔瑞斯喷出口龙溪 江义的灵魂 再次露出痛苦之色 不停颤抖 安塔瑞斯好像是玩上了瘾 把江义的残魂 当成了一个玩具 至于江义的死活 压根没有放在心上 他边完边说道 魂族中确实有几尊强者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比魂族更强的种族 也多得很 关键是魂族不好杀 再杀魂族 就要灭掉他们的魂盒 但是 在达到真神境界后 魂族就可以分裂出 第二个魂盒 而且以后 随着境界提升 还能分裂出第三个 第四个魂盒 狡兔三窟 这帮兔崽子 会把分裂的魂盒藏起来 天知道 他们会藏在哪个角落里 只要漏掉一个魂盒 他们就能复活再生 林墨宇说道 这么说来 魂族岂不是杀不干净 安塔瑞斯晃着大脑袋 那也不是 只是杀起来很麻烦 对于某些真正强大到 不可思议的存在 要灭掉魂族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魂族在那种存在眼里 屁都不算 魂族在他们眼里 也就是只小蚂蚁 只要这只小蚂蚁 不爬到他们身上去 他们也懒得动手 魂族也很聪明 知道哪些种族能惹 哪些不能惹 林墨宇暗自点头 能在强者灵力的世界中 生存下去 魂族必然有一套 不过从安塔瑞斯的话中 林墨宇也听出来了 外面的世界 同样是弱肉强食 拳头才是硬道里的法则 非常清晰可见 林墨宇继续问道 江义曾经说 他要成为世界之主 还说成为超神 就可以不死不灭 哦 这样 安塔瑞斯带着疑问 魂族 所谓的不死不灭 一般就是只能分裂出第二魂合 然后把它藏到一个 谁都找不着的地方 可那要达到真级层次才能做到 看来这家伙还有秘密 让我来研究一下 安塔瑞斯动了 始终缠绕在身体上的雾气 不断翻扬 席天卷海 遮天蔽日 几乎在眨眼间的功夫 就遮蔽了大半个核心区 玉 连空中的流光都被浓雾遮蔽 接着林墨宇看到一只巨大的龙爪 从浓雾中探出 龙爪巨大无比 足以笼罩百里 求鲜花 龙爪子中带黑 散发着厚重气息 滑贵无比 相比只有成人拳头大小的气泡 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龙爪飞出一丝紫金之气 落在气泡之上 搜魂 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灵魂之中响起 林墨宇只感觉灵魂巨震 浑身刺痛无比 林墨宇骇然 安塔瑞斯不是在针对自己 可自己依旧感受到 来自灵魂深处的威胁 若是安塔瑞斯是在针对自己 自己必然是毫无反抗之力 安塔瑞斯之强 已经达到了 他所无法理解的层次 九彩龙魂精 此时吐出一口龙溪 保护住了灵魂 但依旧能感受到刺痛 似乎连九彩龙魂精 也失去了作用 并不是九彩龙魂精差 而是安塔瑞斯太强 而且林墨宇的灵魂层次 确实太低了点 林墨宇强忍着刺痛 仔细看着安塔瑞斯的动作 如雷霆般的吼声撼动灵魂 搜索两个字 深入灵魂之中 无法抹去 林墨宇知道 安塔瑞斯是故意吼给自己听的 他完全可以不叫 吼给自己听 是让自己知道 他在做什么 搜魂 搜索灵魂 获得信息 灵魂之下惊醒 灵魂扭曲痛苦无比 林墨宇能听到 江义发出的灵魂之音 当真惨到 无法用语言描述 先是被安塔瑞斯 拿来当玩具 现在又被搜索 这或是真的惨 纵观江义的一生 确实可以写一部 可歌可笑的历史 江义的灵魂 在安塔瑞斯的搜索下 逐渐淡化 消失不见 最后只剩下一块魂盒 没过几秒 魂盒也随之炸开 江义彻底死了 灰飞烟灭 死得不能再死 随着江义的彻底死去 核心区域也恢复了正常 安塔瑞斯睁开眼睛 闪过一丝金光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他说超神 就可以不死不灭 竟然有一块世界核心 坠落在此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还真是看漏了 可惜啊 这家伙真是悲催 安塔瑞斯自言自语着 眼神飘向林墨宇 那意思就是在说 你求我呀 求我我就告诉你 林墨宇看着安塔瑞斯的眼神 心中蹦出两个字 下见 一 第六百九十六 杀我 四次 一人一龙再次大眼瞪小眼 终于在坚持了半分钟后 安塔瑞斯忍不住败退 好吧好吧 看在你求之若渴的眼神份上 本尊就告诉你吧 安塔瑞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直接跳了下去 林墨宇呵呵一笑 安塔瑞斯大人气量真大 那是当然 安塔瑞斯也顺着林墨宇的话硬着 根据这家伙的记忆 在深层空间有一块世界核心 他成了超神者之后 再 吸收了世界核心 就可以凭借世界核心 分裂出第二个灵魂 世界核心 林墨宇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 发现了一片新大陆 光看名字 应该是很了不得的东西 安塔瑞斯这次没有卖关子 直接解释到 世界核心 就是一片世界在死亡之后 留下来的种子 世界有大有小 有强有弱 将一发现的247那块世界核心 只是个小世界的核心 并不强大 不过就算是小世界的核心 也算是不错的东西 至少比你现在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要好 林墨宇有些不幸 比九彩龙魂金还要好 嗨嗨 安塔瑞斯连着两声咳嗽 那比不了 人有尸首 龙有尸口 说错了 反正你知道是个好东西就好了 林墨宇呵呵一笑 那具体有什么用呢 安塔瑞斯说道 世界核心的用处很多 那是真神级的东西 可以用来制造真神级的武器 还能用来修炼 领悟法则 毕竟它是一个小世界毁灭之后的产物 凝聚了小世界中所有的精华 不过这些用处对你来说 都是次要的 如果你能得到它 就有机会真正成为世界之主 林墨宇说道 是那个已经被毁灭世界的世界之主吗 安塔瑞斯摇头 不是 是你现在这个世界的世界之主 你想想 如果你成了世界之主 整个世界所有人都是你的手下 你 让他们生就生 让他们死就死 就算是超神级 都无法威胁到你的 到时候 即使你面对真神级 都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林墨宇顿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一块世界核心 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内心顿时变得火热 极想得到这块世界之主 安塔瑞斯又一盆冷水浇下来 不过 想得到世界核心并不容易 而且炼化也难 根据江亦娜获的记忆 在打他主意的家伙 不少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林墨宇当即兴起了内心的激动 世界核心在深层空间 深层空间 到底是块什么地方 安塔瑞斯有些神秘地说道 深层空间是一个充满危险 充满杀戮 又满是机遇的地方 林墨宇听着安塔瑞斯的话 想到了曾经白亿远 也说过类似的话 白亿远曾经说 更古战场充满机遇 有危险 也有收获 其实他所说 最大的收获 是来自于深层空间 至于上层和下层 自然也会有机缘 林墨宇就收获良多 但比起深层空间远远不如 林墨宇沉生道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说不了 不过可以告诉你 深层空间很危险 有些地方 即使是超神者 也会陨落 安塔瑞斯说得很认真 绝不是危言耸听 林墨宇越发好奇 连超神者也会陨落的地方 可是深层空间 明明是连神级强者 都可以进去的 如果连超神者都要陨落 那神级强者进去了 不是死得非常干脆 就像干脆面一样的 一碰就碎 安塔瑞斯明白林墨宇的疑惑 我知道你有疑问 具体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现在真说不清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深层空间连通着荒虚之地 真的不需要解释太多 只需要这样半句就足够了 荒兽有多强 林墨宇很清楚 而且 荒兽紧紧的先头部队 是炮灰 背后还有更强大的黑手 并且还有虫族 一旦连通着荒虚之地 那意义就截然不同了 林墨宇一下子思索很多 深层空也变得了神秘起来 安塔瑞斯黑黑一笑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 那个地方怎么说呢 反正很麻烦 林墨宇点点头 不再多想 我不想了 等我90级了 就自己去那里看看 有些东西 想再多 也不如自己去看上一眼 林墨宇设想的 等自己90级 灵魂层次 至少也要到96级 能驱使法则 到时候可以肆无忌惮 使用紫色诸神雷 以紫色诸神雷 半步超神层次的攻击力 至少让自己 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说着林墨宇就在盘膝坐下 缓缓闭上了眼睛 原本平静无波的灵魂之力 瞬间沸腾 灵魂之力肆意蔓延 无形的力量拍打在大地上 发出轰鸣污之声 数息之后 灵魂之力开始迅速收敛 最终归继于体内 安塔瑞斯喃喃说道 臭小子的灵魂之力 开始向有形转变了 根基十分扎实 纯净无瑕 不错不错 九彩龙魂精没有白给 看来本龙还是很厉害的 老家伙 你看清楚 老子就连九彩龙魂精都能送 你还敢说老子度量不够大 安塔瑞斯眼中泛起回忆 似乎想到了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 偶尔有凶利之气闪过 灵魂魂此时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连升数级 又有足够的灵魂力 去搬运技能星河 庞大的灵魂之力 冲进了技能空间 在十几 差不多模样的技能星河里 随意选定了一个 开始拖 这一次技能空间的束缚力 再次增加 技能星河越少 技能空间的束缚力就越大 灵魂魂早就知道这点 并不觉得意外 幸好自己的灵魂层次和能量 都双双增强 搬运技能星河并不费劲 灵魂能量化作无数道细丝 包围了一颗技能星河 把它慢慢拖出技能空间 整个过程很顺利 在仅仅半日之后 季武 技能星河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地方 开始朝着灵魂前进 一旦离开技能空间 技能星河移动的速度就快了许多 没多久就被弄进了灵魂空间 灵魂能量瞬间爆发 如海啸般涌进技能星河 经过前几次后 灵魂鱼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 知道该怎么样提升融合度 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把灵魂能量全部送进去 有多少就送多少 给的灵魂能量越多 最后融合度也就会越高 技能星河开始闪闪发光 爆发出惊人的光芒 灵魂越来越虚弱 开始干扁 灵魂鱼在极短的时间内 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 把灵魂能量一股哪儿地 送进了技能星河 安塔瑞斯忽然听到灵魂鱼的声音 杀我 四次 R4 第697 我创造了一个太阳 安塔瑞斯满眼猛逼地看着灵魂鱼 你小子没疯吧 没疯 杀我 四次 灵魂鱼继续开口说道 过了两秒 见安塔瑞斯还是没有动手 灵魂鱼再次催促道 能不能干脆点 是不是攻的 能不能干脆点 你妹 安塔瑞斯被刺激到了 低喝了一声 一股力量从天而降落在灵魂鱼身上 召唤空间里的亡灵军团集体死亡 然后又在召唤空间内迅速重生 安塔瑞斯下手很有分寸 差不多就是98级层次的力量 还不到半步超神的程度 还差三次 灵魂鱼继续说道 安塔瑞斯似乎猜到了 灵魂鱼要做什么 每隔两秒便发动一次攻击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停 紫光一闪而过 灵魂鱼同时开口叫了一声停 天赋已然发动 全面新生 刚刚消耗殆尽的灵魂 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 此时技能星河还没有停止 还处于融合状态 而且他依旧在闪闪发光 刚才吸收的灵魂能量 并没有因为全面新生天赋而重置 有效 灵魂鱼心中经二十五喜万分 自己想法果然有效 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新大路 只要能准确计算好时间 掌握好节奏 完全可以把技能的融合度 推到百分之一百 想想之前的几颗技能星河 实在是浪费了 怪只怪自己太笨 没一早想到这个方法 骂着自己 同时把灵魂能量送了进去 技能星河越来越亮 融合度也在不断增加 灵魂鱼控制着灵魂能量输出 直到灵魂能量再次耗尽 已经过去了两分钟 灵魂鱼再次开口 四次 安塔瑞斯此时已经明白 灵魂鱼要做什么 嘿嘿一笑 没问题 又是四次攻击 紫光闪动 全面新生天赋再次发动 灵魂能量再次充沛 大把大把的灵魂能量 像不要前世的 冲进技能星河 第三次灌输灵魂能量 直到技能星河彻底圆满 不再接受任何灵魂能量 它的亮度也达到了极点 已经变得如同太阳一般 技能星河不仅在发光 而且炙热无比 令原本没有温度的灵魂空间 变得温暖 我这是创造了一颗太阳 它的灵魂在说话 嘴巴也不自觉地出声 安塔瑞斯听到之后 震惊无比 你说什么 林默宇说道 我的技能星河 好像变成了一颗太阳 这一下连安塔瑞斯都颤抖了一下 你真是个疯子 林默宇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安塔瑞斯却是清楚 这意味着100%的融合度 技能星河100%融合度 至少是半步超神才能达到的层次 林默宇这货才几集 79集而已 竟然把技能融合度推到了100% 就连安塔瑞斯都不得不感叹 林默宇的天赋太过变态 已经彻底吸满了灵魂能量 亮到极致的技能星河 轰然炸开 整个灵魂空间被强光所笼罩 就连林默宇这个主人 一时间都看不到任何画面 除了亮光 就是亮光 庞大的能量反补回来 灵魂层次瞬间有所提升 因为林默宇连续两次 消耗掉了全部灵魂能量 第三次也消耗过关 技能星河中积累了太多的能量 一次性反补回来 仅仅提升了些许灵魂层次 根本消耗不掉 九彩龙魂精顿时来的精神 他张口一吸 把所有灵魂能量全部都吸光 随后又吐了出来 经过他的进化 淬炼 灵魂能量变得更加精准 这些灵魂能量散布于灵魂空间 竟然使得灵魂空间迅速扩大 片刻之后 强光消失 灵魂屿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世界 灵魂世界变大了 比之前足足大了好几倍 灵魂空间变大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但肯定没有坏处 原本灵魂屿的灵魂空间就很热闹 东西一大堆 挤成一团 现在因为灵魂空间变得广阔 各个东西之间的距离增加 从而不再拥挤 接着灵魂屿看到了灵魂中心的来客 一颗巨大的火球 正在灵魂之中熊熊燃烧 之前的几颗技能星河 正绕着它不断旋转 真的变成太阳了 灵魂屿喃喃说着 看到这一幕 它仿佛想起了 在上一世曾经看到过的星星 些星球就是绕着太阳旋转 那些星球叫行星 太阳是恒星 灵魂屿望着 犹如太阳般的技能星河 查看其属性 亡灵之翼 融合度100% 召唤亡灵之翼 以每秒1万米的速度飞行 无任何消耗 若额外消耗灵魂之力 可加快飞 行速度 无上限 不是攻击技能 也不是防御技能 而是一只等级最低的闪电亡灵翼 在技能融合度达到100%之后 它的闪电属性被抹去 变成了亡灵之翼 属性变得更加纯粹 开始完全契合死灵法式的职业 每秒万米的速度飞行 而且无任何消耗 这已经是不错的属性 如果还嫌不够快 还能额外消耗灵魂之力 用来加快飞行速度 并且没有上限 这个属性初看没什么 但细看就有点变态 也就是说 灵末与灵魂越强 飞行速度就越快 没有上限 不管用来追敌还是逃命 都是极优的技能 安塔瑞斯的声音响起 怎么样了 弄了个什么技能 融合度多少 灵末与说道 融合度百分之十二万四千七百 但不是攻击技能 也不是防御技能 而是 他把技能说了一遍 同时使用技能 召唤出亡灵之翼 一对洁白如玉的古翼出现在背后 古翼上燃烧着银白色的不死火焰 代替了之前的闪电 似乎这才是死灵法师该有的古翼 比起之前的闪电 更加符合死灵法师的身份 安塔瑞斯见状 飞行技能啊 可惜了 林默宇奇怪道 不好吗 安塔瑞斯说道 不是不好 而是有些鸡肋 真正的强者 他们速度非常快 每秒万米不算什么 林默宇说道 我可以消耗灵魂之力 加快飞行速度 安塔瑞斯不以为然 能有多快 林默宇也不知道 我试试 他朝着外面飞去 安塔瑞斯看着林默宇 以他的能力 足以目视各层空间 林默宇的速度 根本不算什么 可对林默宇来说 每秒万米 已经比远古鸾鸟屋还快了 这一下 远古鸾鸟屋 就不能笑话自己了 适应了技能的速度后 林默宇开始试着 用灵魂之力进行加速 心中一动 灵魂之力迅速消失 接着他搜的一下消失了 正百无聊赖的安塔瑞斯 猛地打起精神 林默宇竟然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了 第698 每个技能都变态 安塔瑞斯眨着龙眼 有些不敢相信 林默宇可不仅仅是消失那么简单 而是切断了安塔瑞斯的灵魂锁定 虽然下一秒 安塔瑞斯再次找到了林默宇 但前一秒 林默宇真的从自己的灵魂锁定中脱离了 安塔瑞斯十分清楚自己的实力 能从自己的灵魂锁定中脱离 在这个世界中 没人能做到 就算是上个时代 真正的超神者 也做不到 可林默宇刚才在加速的瞬间 真的从他的灵魂锁定中脱离 好像有一把利刃 直接斩断了双方的联系 林默宇的速度有多少 安塔瑞斯并不关心 对他来说 和乌龟爬没什么区别 可切断灵魂锁定的功能 就有些逆天 又是个变态的技能 安塔瑞斯暗自叫着 臭小子的技能 就没有一个不变态的 这种技能拿来逃命 简直就是神技 林默宇此时停留在空中 脸上带着浓浓的震惊 就是刚才一秒的时间 自己直接飞出了十万米 速度瞬间增加十倍 如果说每秒一万米不算什么 每秒十万米 那就有些惊人了 并且自己还没有动用权力 只是用了不到1%的灵魂力量 并且神性之力 已经迅速把消耗的灵魂力量补满 若是权力 林默宇都不敢想象 自己的速度有多快 试试 带着兴奋 林默宇对准了 安塔瑞斯所在的方向 同时开口道 安塔瑞斯 我全力飞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速度 速度太快 自己怕事算不清 所以就拜托给安塔瑞斯 他知道 安塔瑞斯肯定能听到 没有等安塔瑞斯有所回应 林默宇已经激发了全部灵魂之力 林默宇再次从安塔瑞斯的灵魂锁定中消失了 当安塔瑞斯再次锁定林默宇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足足十秒 这十秒里 安塔瑞斯丝毫没有发现林默宇的踪影 林默宇就像是真的消失了一样 十秒后 林默宇已经跨越了整个上层空间 来到了上层空间的另一端 空间中传来排斥的力量 要把林默宇驱赶出上层空间 此时林默宇的神情看上去有些虚弱 灵魂之力几乎耗尽 但是林默宇却十分兴奋 自己竟然在十秒不到的时间里 穿越了整个上层空间 这距离 林默宇也难以计数 但肯定是上万公里 具体有多少 要问安塔瑞斯才知道 每等林默宇开口 一股伟力作用在林默宇身上 伴随着天旋地转的传送 林默宇发现自己回到了安塔瑞斯身边 林默宇面带兴奋 速度怎么样 安塔瑞斯N了一声 速度还可以 每秒大约有2000公里 这么快 林默宇惊呼一声 每秒2000公里 若是放在下层空间 一秒就可以穿越风雷海 可惜自己的灵魂力太弱了 仅能维持十秒急速 安塔瑞斯说道 你这个技能最大的作用 并不是速度 不是速度 那是什么 林默宇问道 安塔瑞斯沉声道 你自己可能没感觉 这个技能最大的作用 是能切断别人对你的灵魂锁定 切断灵魂锁定 林默宇也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 他当然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由不得他不激动兴奋 安塔瑞斯说道 有了这个技能 若是有人追杀你的时候 你并不需要用多快的速度 只需要在一段时间内 彻底切断别人对 你的灵魂锁定 就足以你逃出生天 对付我这种层次的 或许没用 但若是对付荒兽这样的敌人 就非常有用了 林默宇补充着 安塔瑞斯的话 不只是逃命时有用 还可以在战斗时 用来闪避那些灵魂锁定的技能 也非常好 当别人的技能 无法锁定自己 那战斗画面 就会变得精彩了 你说的不错 可那需要极为精确的控制 你确定自己能做到 安塔瑞斯表示怀疑 林默宇的技能 哪怕只用一丝丝的灵魂力 都能陡然飞出上万米 战斗之时 一下子飞出这么远 那不是和脱离战场差不多吗 所以 想要实现林默宇所说的效果 必须需要精度精确的控制 林默宇毫不担心 不行就多练呗 怕啥 行吧 你喜欢就好 安塔瑞斯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也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选 不管能不能练成 至少没啥坏处 林默宇想了想 你进我的灵魂空间 来帮我看一下 我的灵魂空间 好像有些变化 安塔瑞斯呕了一声 欣然同意 林默宇能这么大方地 邀请自己 进他的灵魂空间 是说明对自己的信任 安塔瑞斯喜欢这种感觉 再次进入林默宇的灵魂空间 安塔瑞斯第一眼就看到了 犹如恒星般的技能星河 他在所有技能星河 是最为炽烈 如一团火焰熊熊燃烧 同时体积也最为巨大 散发着温热的气息 照亮了大半个灵魂空间 其他的技能星河 则像是行星 围着他不停旋转 安塔瑞斯看了一眼 果然是100%的融合度 近乎完美 距离升华只差一步 林默宇问道 还能升华 能 不过你还差得远 好高无远的是少问 安塔瑞斯一口气 堵住了林默宇接下去 想要说的话 林默宇也不着急 确实还早得很 安塔瑞斯环顾四周 你的灵魂空间变大了 单位空间广度论 已经接近半步超神的水准了 不做不做 继续努力 安塔瑞斯就像是一个老前辈 夸了一番后 便退出了灵魂空间 林默宇知道 安塔瑞斯没说有问题 那就代表没问题 接着也不再多想 开始炼击 控制亡灵之意 每次都只动用一丝灵魂之力 对移动范围距离 进行惊太多控制 一开始 每次 辽马赵 都能飞出上万米 随着不断练击 精确度正在迅速提升 林默宇越练越兴奋 速度也越来越快 有神性之力的加持 7900%的灵魂力恢复速度 让林默宇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一刻不停地修炼技能 安塔瑞斯看着林默宇 忽然闪到东 忽然闪到西 控制越来越熟练 这小子确实是天才 才79级 灵魂层次已经达到了93级 灵魂空间能媲美半步超神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说不定真的能成为世界之主 只是到时候 不知成为世界之主是福是祸 但若是想跳出来 这一步就必须走 小子 祝你好运吧 安塔瑞斯的目光极度复杂 他对林默宇抱有很大的期望 但同时也有着担心 不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若是想跳出来 有些事必须要做他 第699 魔皇 急来之泽安之 神下古城 一位身材修长的女子 缓缓走入城中 他穿着修身的发饰装 露出了腰枝 皮肤如雪花般白皙 他的容貌更是美到绝顶 令人有惊艳感 他的到来 立即吸引了大量男性职业者的目光 许多原本正在聊天的人 在看到他的瞬间都呈现出呆滞 目光牢牢被他所吸引 久久不能离开 他令人惊艳 无时无刻散发着难以想象的魅力 不仅仅是男性职业者 许多女性职业者 也被他所吸引 流露出羡慕 他就像是寒夜里的一团火 一出现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脸上并没有太多表情 嘴角似乎微微带笑 但是 在眼底深处 却是有着些许厌恶 他不喜欢被人这样注视 幸好 也只是注视 并没有人过来骚扰 职业者还是有自己的操守 尤其是能达到70级 完成三转的高级职业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准则 更多的人只是欣赏 对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喜欢 他来到了广场中央 这里是古雷塔所在 只是现在古雷塔没有被激活 沉于地下 这里被划出了一个圈 圈外有士兵镇守 不许任何人靠近 女子也没有靠近 只是站在远处看着 古雷塔 女子口中缓缓吐出三个字 眼神中带着247些许好奇 姑娘 你是想来看古雷塔吗 一个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有人靠了过来 靠过来的是为30多岁的中年人 能在30多岁就成为高级职业者 应该算的是为天才 但和女子相比 差的不是很多 女子看上去 仅有20岁 很年轻 当然 没人相信她真的只有20岁 女子并没有回头 小嘴微开 吐出两个字 是的 声音略显清冷 带着些许高傲 说完之后 女子便抬腿离开 男子正想追上去 忽然感觉眼睛一花 已经失去了对方的影子 他飞快搜索 发现女子已经来到了 十几米开外的地方 接着眼前又是一花 女子再次消失 又远离了十几米 好快 他暗中惊叹 女子明明只是简单的迈步 每一步都是十几米 几步之后 已经彻底离开视线 震惊之余 他并没有追上去 他知道对方根本不想 和自己有所接触 身为高级职业者的骄傲 也不会自讨没趣 00Q 离开神下古城 没了这么多视线 女子显然松了口气 那种感觉是真的不舒适 甚至可以说有些难受 他好像是在后悔 脚步踩着地上的小草 自言自语着 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林墨宇并不在这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可是除了这里 本皇还能去哪里找他 人族世界本皇过不去 似乎也只有在这里 能等到林墨宇了 人族里有句话 急来之则安之 既然来了 那就等等吧 他是魔皇 应该说是魔皇的一句分身 他化身成人形 压制力量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找林墨宇 可现在林墨宇不在 也只能等了 他在城外随意找了块大石 略显慵懒地躺下 无形的结界出现 遮蔽了他的气息 隐去了身形 来往的职业者 都对他视而不见 压根看不到他 对于高级职业者而言 他的层次太高了 如果他不愿意被人发现 无论是高级职业者 还是顶级职业 都发现不了 他并不着急 他相信林墨宇总会来到这里 林墨宇身上有他留下的气息 他能感应到 林墨宇大概的位置 林墨宇现在应该就在 更古战场里 但是不在下层空间 而是在上层空间 以林墨宇的等级 能一直待在上层空间 在哪里就不言而喻了 林墨宇不断使用着技能 一丝一缕地消灭着灵魂力 一开始他也无法控制 一丝灵魂力用下去 瞬间就飞出了万米 稍微力大一点 就是数万米 和预想的差太远 林墨宇设想的是 可以自由控制距离 从百米开始 一直到十万米 自己想飞出多远 就能飞出多远 要不然光有速度 没有精确度 这个技能的作用 就会大幅度减弱 一个这么好的技能 怎么可以不误尽其用 未免太过浪费 只是想做到这一步很难 一连十天 林墨宇都是 一刻不停地进行技能练习 也不知道练了几十万次 逐渐掌握节奏 越来越熟练 十天之后 林墨宇已经可以控制自己 在百米至千米范围内 随心行动 精度不低于十米 而且时间不会超过零 一秒 速度之快犹如瞬移 能在十天之内 把技能掌握到这种程度 安塔瑞斯再次感叹 林墨宇确实是个天才 技能掌握的过程 就是林墨宇 对自身灵魂之力 操纵精细程度提升的过程 在修炼亡灵之意的过程中 对于分魂法的修炼 也有着极大的作用 分魂法的本质 就是从灵魂本体中 分裂出一缕灵魂 形成类似分身的存在 用来承受反噬之力 因为分出的一缕灵魂 十分微小 它的损伤 对灵魂的影响并不大 在不损伤灵魂根基的情况下 最多可以分出五缕灵魂 这样就可以释放 五次紫色诸神雷 如果继续分魂 那就会影响到灵魂根基 当然 有全面新生的天赋 就连灵魂都能获得新生 但天赋发动 是有前提条件的 需要有人动手杀自己 而且要间隔一分钟以上 并不是毫无弱点 但现在 经过这些天 对亡灵之意的修炼 灵魂宇对于灵魂操纵 越来越细微 触类旁通下 对分魂法 也有全新的领悟 如今 灵魂宇可以分出 更小更细的灵魂之力 分出更少的灵魂 形成分身 在不损伤灵魂根基的情况下 之类分魂法 只是分出五履 现在已经可以分出十履 虽然只是多了五次攻击机会 但在战斗中 差一丝一毫 结果往往就是生死之差 十天后 灵魂宇停止了修炼 他知道自己 已经修炼到了一定程度 再继续努力 效果也不会太好 事实上 第八天开始 修炼的效果 已经微乎其微 安塔瑞斯瞥了他一眼 练够了 灵魂宇点头 差不多了 效果已经不太明显 安塔瑞斯满不在乎的模样 确实差不多了 以你的灵魂层次 能练到这个程度 就算是不错了 你的技能我不知道 但分魂法来说 你已经到头了 灵魂宇带着一丝疑惑 我能感受到 分魂法似乎还有进步空间 当然 你现在只是分魂法的初级阶段 不过 你现在距离下一个阶段 还早得很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 告诉你有什么用 你的灵魂根本承受不住 什么层次 就做什么样的事 灵魂宇知道 安塔瑞斯又开始卖关子了 反正他不着急 等他层次上来了 自己研究就是了